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希望你是一个很酷的人 爱不到却不爱了 孟文卫开演唱会唱到他不爱我的时候 底下粉丝跟着一起合唱 这世界从不缺少心碎的声音 也不乏有人一意孤行地爱着别人另外一个人 你看 爱情让人打开了内心 却又浓闭了眼睛 于是我们总是相信自己 愿意相信的 却会想看见眼睛听见的一句诗 妻子来找我帮忙 住你房子的时候我还一直浪漫 住得好好的 为什么突然要搬家 等他到我家的时候我才发现 他不是搬家 是离开 实在也不在这座城市了 和他打包所有的东西 他请我在楼下日本料里吃饭 几杯烧酒下毒 他对我说 他真的不爱我了 我装着不知道也好 我装着都没有发生也罢 多余即无事 他是真的不爱我了 也许 一开始 他就没有爱过我吧 我以为他会哭 他没有 只是无赖的苦笑 一杯杯的喝酒 再没有说话 我常常在想 什么样的分手方式是不伤人的 但可惜 我始终没有找到答案 因为只要付出了 只要尽心尽力地爱过 那每一种分开 都会让人短时间难以接受 两个人在一起时间久了 感情淡了 互相都觉得在一起没意思了 和平分手 还能永再见的时候 因为彼此已经对感情不抱有期待了 也是一种 不觉得离开 是一种伤害 但伤人的是 你明明还很爱他 你明明还在计划你们的明天 但他 却不爱你了 可是 你却不愿承认 你骗自己 他只是厌倦旗 你暗示自己他太忙了 他有很多事情都要处理 所以没办法给你无微不至的爱了 后来有一天 终于无法忍受泪中冷漠和敷衍 你负起初衷 你以为他会追上来 可是 他没有 不爱的人 是不会挽留的 西子是我工作时候认识的同事 几次交往下来 觉得很了得来 在这座城市里 我们没有家人 没有朋友 所以很快就成了彼此的知己 他大学毕业 跟他学长在一起 那时候 学长在北京当程序员 为了这个男人 他为出远门的他背景离乡 放下曾经熟悉的一切 来到北京 他不知道这里早晚高峰地铁要靠近 也不知道一套老旧的出租屋 和租也要几千块 但是 从来没有人 敢笑瞧爱情的力量 我们就是可以为深爱的人 而承担一切苦难 他为了所谓的爱人 咬着牙 憋着眼泪 忍着回家的猎想 一点点打平 他说在这里 为了能和他在一起 就是为了他加班的时候 能够他送一次饭 就是为了周末的时候 能跟他看一场电影 总有人抱怨谈恋爱很累 一定也很辛苦 挖空心思地哄对方开心 却总未听到 有人因为辛苦 因为不容易而放弃 选择放弃的那个人 捧着真心去找你 被你拒绝的人 是那个几乎把所有的爱 都给了你 却不被你在乎的人 就像那句话说的 我不介意孤独 比爱你更舒服 妻子说 我以为他没时间和我聊天 是因为他工作特别忙 没有足够了精力来陪我 我以为他忘记 祝我生日快乐 也是因为他忙瘾了 于是我安慰自己 节日什么都不重要 只要他 在就好 我以为不送我礼物 是因为房租 吃喝花销 已经超出了负荷 他没有钱再给我准备礼物 我一直劝自己 让自己想开一点 让自己忽视 这些不爱我的迹象 而反省地提醒自己 他好像爱我的那些 做死马迹 直到看到闺蜜 和男朋友的一年 男朋友 都要一个月去看他一次 穿过大阪个中国 只为看看他 给他买点好吃的 但一天又赶回去工作 直到我看到 刚来的公司的小姑娘 在生日的时候 收到了还在上学的 男朋友的一大把玫瑰和蛋糕 直到我看到了这些 我才知道 真正的爱情 是什么 一个不爱你的人 是可以感受到的 他说 真正爱过的人 是没有办法再次面对 我不想和他在一起 诚实生活 和他相关的一切 就放在各自的记忆里吧 有些人 既然爱不到 那就不爱了 我们 爱过就好 虽然我知道 他并没有放下 但我很开心 还有勇气 去面对新的生活 疗伤的过程 也许会慢一点 也许 要过很久才能鼓起 轻轻去爱别人 但你离开的那个 不爱你的人 未来 才会变得更有可能性 我们在爱情里 不怕滚打 最后 总会遇到哪个最贴心的爱人 让你知道 其实所有的经历 都是值得的 我相信西子 你开了北京 也可以过得很好 很好 我也相信 经历过错误时光的人 都会在未来的日子里 得到真实 而满足的幸福 我们都会遇见 一个人 一个对爱情 也有信仰 一个不轻易逃走 一个直到死亡 才把我们分开的人 别沮丧 别担心 我们 都会幸福的